我以死民与守阳之下 道子死立于东陵之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 此与缠身伤性均也 西弊 博弈之事而道子之非乎 这两个都是丧失掉自己的姓名 一个是为了好 所谓的义 一个是为了明 明就是词上他也是义 就是说义不是周所 另外一个是为了利 死的是一个大道 世间都认为博弈是好的 认为道子是坏的 是不好的 但是他们都是缠身伤性 都是一样的 天下尽寻也 彼其所寻人也 则俗谓之君子 其所寻货财也 则俗谓之小人 其心意也 则有君子也 有小人也 若其缠身损性 道子亦博弈 又误取君子小人 与其奸哉 这个都一样 都一样 道子就是博弈 博弈就是道子 那么这个其实都可以看到 它是站在这个 自然本性也好 常人也好 这个本性的角度来谈的 那么那些都会造成伤害 提出仁义会造成伤害 那么该怎么做 真正该怎么做 它这个 在片母的最后 它是有一段话的 这段话呢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其实代表着它对于这个 正确道路 或者解脱之度 的一个看法 它说什么呢 且夫主其信乎仁义者 虽通如真实 非无所谓张也 这个所谓主其信 主这个主是什么 就是联主的主 就是把这个本性和仁义 联组在一起 就是把它联系在一起 把它这个放在一起 这个呢 虽通如真实 这个不是我所谓的好 张就是好了 不是我所谓的好 主其信于五位 这通如鱼儿 这个鱼儿是 齐桓公底下的一个大臣 这个特别的 这个齐桓公手下的一个人 特别的是这个 这个可以讲 怎么讲 是个美食家这样的角色 这个即使这样的人 即使他对五位 把五位和人性相通在一起 这个非无所谓张也 主其信乎五身 虽通如诗矿 这音乐家 非无所谓充也 主其信乎五色 虽通如黎珠 非无所谓名也 这里所谓的这个聪明 所谓的好 这些东西都不是的 我认为都不是的 庄子就讲都不是的 不是我所讲的聪明 都不是我所谓的张 就是好 那么什么好呢 无所谓张者 非所谓仁义之谓也 仗于其德而异议 他认为真正的 他认为好的 不是讲仁义 这个人仁义才好 是其德 拥有德 这个德是什么 这个德不是仁义之德 是他的所谓自然之德 自然之德 无所谓冲者 非为其闻彼也 自闻而异议 无所谓名者 非为其见彼也 自见而异议 就是说这个聪明 庄子在这里不是一概的反对这些 所谓的好或者聪明 他是说这些东西是要的 但是要在什么地方 你要在这里来看 你要是什么 立足于你自己的本性来看 不是向外的 他说自见 自闻 就自己听 自己见 自己闻 这个是好的 不自见而见彼 不自得而得彼 是得人之德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这话有点拗口 是人之事 而不自是其事则也 所以这个意思很好理解 你老是向外看 像黎珠 明察秋毫 但你自己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会反省你自己 不会了解你自己 是不自得而得彼 得人之德 而不自得其得也 你自己的东西 你不了解 只是向外的 就是物的 外物的一种方向 这是不好的 这个是人之事 而不自是其事 付自人之事 而不自是其事 所以道之与伯仪 是同为淫辟 回到前面讲了 就道之和淫辟 它为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该怎么样 保守你自己的本性 你都是向外的 虽然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都是向外的 都是一个外物 一个是明 一个是利 一个是明 一个是利 但这个都是淫辟之行 淫辟之行 是同为淫辟 无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 而下不敢为淫辟之行 愧乎道德 这个道德是什么 就是自然的本性 我因为要考虑到自然 尊重自然 保守我自己的自然 所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 而下不敢为淫辟之行 这句话我上次讲 养生主的时候 一开始就提到这句话 就是所谓 为善无尽名 为恶无尽行 为善无尽名 和为恶无尽行的意思就是说 上不敢为道 仁义之操 下不敢为淫辟之行 这个为善和为恶 它都不做 行其中道 因为要去行善 造成后果 会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自己的本性 为善 这个是这样 为恶 当然是更加 没有问题 更加会伤害到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这样的 所以庄子这里讲的意思 实际上是非常的明白 就是 他强调要这个字 当时美国那个学者 我现在看很多研究 都讲得不好 美国现在已经退休了 原来普林斯顿大学 那个教书叫 安德洛克斯 普安迪 普安迪 普安迪就讲 他写过一个 明代的四大奇书 他当时就讲到 西游记的时候就讲 他说西游记 这个9981难 一路一路走过去 反正都差不多 他最后就觉得 实际上在无限的重复 他因为那个81难 并不是说 好像下一难 就比这一难 更加难或者怎么样 他说这个东西 好像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外在的艰难困苦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走到十天又怎么样 整个过程 没有这个读程提高 读程推进 实际上回过头 就是要指示 你对内心的觉悟 真正重要的是 那个心路的历程 经过这个以后知道 那讲的比较有意思 最后 西游记里专门的一句话 就是零三只在乳心头 零三就是零旧三 那个释迦摩尼说法的地方 零三只在乳心头 就是要体认到这一点 就是道家 庄主这里讲 当然他没有讲这个话 但他讲的自见自闻 其实也是这个 不要这个 要自得 要自得其得 而不要只是得人自得 所以这个话讲的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所谓的自得 自见自闻自脏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都是要守住自己这个本性 这点上去讲的 这是片姆这一篇 片姆接着下面一篇 是那个马蹄 马蹄和片姆一样 他也在讲这个 自然的人性 或自然的本性 自然的本性 但是相对来讲 这个这一篇 这个马蹄这一篇 他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 就是他讲的 所谓自得之士 仁义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仁义会把天下搅乱的 从三代以下 从顺以下 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个他是批评的 有这样的观念 然后到马蹄这一篇 他的批评 就是面向这个社会的 这一面的 这个更加的突出 这一面就更加突出了 更加突出了 所以他提出一个正面的 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自得之士的观念 提出了一个 自得之士的观念 所以这个 后来 这个 更 相比较片姆 更多的是面向于 这个社会的一个层面 那么 所以后来 这个清代 有一个叫刘凤包 清代 明清很多讲庄子的人 我是不太要看的 很多讲八股文章 讲这个文章 不讲这个毅力 毅力上没有什么推进 毅力上没有什么推进 所以上次他们哪里 上次上海古剧出版社 找我说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 像庄子的极筑 这样的东西 我考虑了三天 最后说我不能做 没什么好做的 因为现在 现在都有很多 很好的本子 集中起来 像庄子集市 庄子集市 清代以前 很多东西都有不少 现在的教刊的研究 也有很多 成绩的 王书明这些 也都有很好的成绩 所以做的都相当不错了 你不是说不能做一个新的 你也能收集到不少材料 我考虑来考虑去 庄子又没什么特别的文本 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文本 说是新的文本 可以为依据 或者说可以跟以前有不同 有价值可以做的 然后我想来想去 就是说材料反正都在那里 你真正可以做补充的是什么 我想来想去 大概最大宗的 可能也就是明清的那些 所谓评点的东西 评点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以为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对庄子本身的 这个毅力的发挥 是非常有限的 你抄一大堆那个上去 也没什么意思 当然抄了 就是说 以前人家不容易看到 能看到是好的 但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发挥 所以我当时就拒绝了 所以明清大部分人讲得不好 但这个刘凤鲍 这一段讲得倒是不错的 这段是讲得不错的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到 马蹄和遍母呢 都是从这个性命上来讲的 但是呢 他说遍母是尽己之性 而妾子仁义之危害于身心 而这个马蹄呢 就遍母是这样 马蹄呢 是讲近物之性 而妾子仁义之危害于天下 这个话当然 你也不能绝对地理解 但他大概地讲 就是说相对而言 遍母更多地是讲 危害于身心 这个身心当然也是 也是社会人心的 不仅仅是个体 我们前面读了那个 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 不是个体的 其实也是涉及到社会的 但是后面一篇 它更多的是讲 危害于天下 危害于天下 就是更开阔的面向 是面向整个社会的 面向整个社会的 所以这两篇 当然也都是有连续性的 有连续性的 那么这篇开始 马蹄 我讲马蹄 曲线马蹄这几篇 它有相似的结构 其实也都是 确实是有差不多的 片母的比喻 是一开始用片母和姿子 作为这个比喻来讲 如果对于人性 不是人性本来的东西 你把它附加上去 不是人性的本来 是人性的这个起初 或者变态 会怎么样的结果 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马蹄这篇 他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讲 也是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对于 人性有种种的扭曲 或者种种的束缚 造成的扭曲 会有什么样的害处 他一开始就这一段 他讲这个马蹄可以见双血 毛可以欲风寒 应该当然是这样的 蹄和毛是分开来这样讲的 所以我前面讲 马蹄实际上是破炙的 破炙的多了 河潮饮水 翘足而鹿 翘足而鹿 鹿是跳 是马之真性也 虽有一台鹿寝 无所用之 一台鹿寝就是台房子 有很大的房子 它干嘛 这个马就是在野地里生活的 所以它就是吃草的 就是喝水的 就是跳跳蹦蹦的 这是马的真性 你看它这些词 一系列的这些词 常然 真性 其实都是针对这个 性命之情 你看它基本上论证的 那个核心都是一样的 那马是有真性的 你给它很好的房子 很高的 很高大的这个房子 给它去住 它也没有 不需要 然后来了伯乐 然后来了伯乐 这个伯乐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伯乐 伯乐曰 我善治马 他说我会管马的 这个烧之 提之 克之 落之 烧就是这个 烧之 就各种各样对马 要有训练 连之以机直 编之以造战 这机直就是给它这个龙头 什么套起来 造战就是有一圈 这个 看那个 看那个叫什么 一般是做不到那么大 你看就 这个印象 我以前读这个地方 我读到的地方 就以前想起那个 万籁民兄弟 他们画的那个大闹天宫 你们看过 大闹天宫就松空到那个做毕马窝 一排很整齐的 那个很多很多马 就排在一起 很长很长 那时我看到大概是最长最长的一个 马舅 马巢 编在一起 然后马一匹匹全排在那里 编之以造战 就是这个 这个造就是那个马巢 战就是那个 整个一个 就是马舅里边的这个战道 编之以造战 马之十则 十二三影 一开始先修制他 把他这个体子怎么样 把他身上这个体子给他装上 这个给他这个 叫什么 把他这个毛去掉 然后给他套上脚口 然后让他待在这个马舅里面 排成一排 这样子以后 十之二三已经死掉了 马已经给他弄死十之二三了 然后机之可之 持之咒之 不给他喝 不给他吃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约束他 就不给你 不给你东西 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方式 就是训手 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用十五来控制你 十五来控制你 机之可之 持之肉之 饥渴之后 然后就让你跑 让你奔 然后骑之枕之 前有绝世之患 而后有鞭策之威 而马之死则 以过半 百分之五十的马都不行了 训练出来的当然都这样 我想想差不多 现代社会就是这样 现代社会其实就是这样 我那时候读 很早很早 你们现在都不会读这个书了 以前有人写的 就写那个人叫什么 现在已经是不是过世了 那时候写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的 所谓的未来学家 未来学家 他们读的都很激动 我那时候很小的 他们都很 读那个书都很激动 未来会怎么怎么样 很此间 我看到里面一句话 别的我都忘记了 我现在那句话记得很清楚 他说 实际上所有的学校的教育 就是一种规范的教育 就是让你以后进入社会 变成一种怎么讲 就是被规训之后的这个人 所有的课程讲的都是假的 那个课程最后是让你 套到一个套子里 一个模式里 然后让你进入社会这个程序 那个话我记得非常深 其实就是这样 现在想想差不多 你这一路上 这个读书 小学中学大学 读到大学 现在比例多少 差不多是一半吧 是不是差不多一半 一届现在 现在比如说上海 一届是多少学生 然后到了进大学 差不多一半 因为不断的都 所以他讲这个 这个马之死者已过半 这个伯乐是 实际上他伯乐是不好的 伯乐代表一种规训 一种规范 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个 陶走月 我善至直 这个直是那种黏土 这个陶 这个就是前些年很流行 现在大家不行了 就是陶艺馆 很多 我会致陶器 原者众规 方者众矩 匠人月 匠人就是木匠了 木匠说 我善至木 去者众勾 职者应神 夫 这个植木之性 此欲众规矩勾神斋 从这个黏土 从这个树 他们本性而言 哪里要你什么 规矩什么来做限定呢 不需要的 然则 世事称之月 伯乐善至马 而陶将善至植木 此意至天下者之过也 他有非常明确的批评 他有非常明确的批评 这个话其实就是用前面讲的 庄子前面 在片母片里面讲到 庄子其实还是特别注重各自的自然本性 还是尊重自然本性 他所谓 伏经虽短 蓄之则长 赫经虽长 断之则悲 断之则气 所以你不要去做各种各样的约束 当然标准化是有用的 但是很可能就是破坏了原来的天性 很可能就是破坏了原来的天性 所以造成这个不好的后果 所以他这里他的落点 落实点上是很清楚的 他还是这里讲到的真性 还是要保持这个真性 如果你用外在于这个性的东西去约束 会造成很坏的后果 很坏的后果 就是马死掉 十兆而三 然后死掉一半 是这个话 其实有没有比马更高的 那个时候 有没有比马更高的 在列子里面是有一篇的 我或者那个吧 其实也没关系 我把这个念一遍好不好 我念一篇文章 是李灵的文章 你们知道 李灵但是很久 九年前的文章 差不多十年了 就是九年前的文章 这个讲得很好 它是有所指的 它实际上是 它实际上是从 因为当时我读的就特别有印象 我那年也在讲庄子 所以我把它这个报纸剪下来 我因为不太剪报 我在中学生 中学的时代有很多人鼓吹剪报 老师也鼓吹剪报 我从来不剪报 但是这个 有的时候剪一些 就确实还是有点意思 它这个是有所指的 实际上是讲我们这个学校 针对学校的 学校的教育 但是呢 他选了几段 确实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蛮有趣的 他说今年是马年 马年应该是2002年 今年是马年 大家都想从马 讨个吉利 我也凑几句热闹话 给大家添个乐子 去年春天 我在巴黎 平吊过马伯勒的墓 马伯勒 你们听到过吗 马伯勒 马伯勒是法国的汉学家 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国汉学家 后来死在 大概是他四五年的时候 死在德国人的 这个集中营里面 大概 他儿子大概是 他儿子是 参加抵抗运动 可能牵连到他 马伯勒的墓 和萨特波夫阿的墓 在一块 当时我想 汉学家起汉名 马伯勒的名字起得真好 因好 意思也好 因为你想 伯勒善于像马 马要碰上伯勒 肯定是他的福气 当年李白给韩朝宗写信 说申不愿奉万户侯 但愿一时韩金舟 就是这种心情 我们当人的都这么想 更何况是畜生呢 所以古往近来 几乎每个读书人 特别是有才系的读书人 即使够不上千里马 也各个企足引领 叛伯勒志 唯恐碰不上伯勒 埋没在太多的反马之中 然而古人若装子者流 却说 不对 马蹄可以见双穴 毛可以欲分寒 埋头吃草 能跑能跳 此马之真信也 你就是有高楼大厦 对他来说也无所用之 他凭什么要喜欢伯勒呢 马自从碰上伯勒 可算倒了邪眉 他说 我会养马 有好炒好料 我会信马 有千里马的高帽 他马不这么想 伯勒养马很忙 又是 又是剃发刷毛 就是前面这个什么剃子之类的 又是定掌烙印 上死龙头 下死判 把他们一排排关在马厩里 十匹马就得死上两三匹 然后还得让他饿着渴着 奔着跑着 前有脚子勒 后有鞭子抽 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规规矩矩 结果一半的马都死掉了 他当然这个意 大意一直在讲 就这一节的话 这个 马是什么 他就懂吃草饮水 高兴了 脖子蹭脖子 表示清热 生气的 把头一扭 跟你撂绝子 如果你非给他 架上车员 带上马罐 马想的可就是 甭管怎么着 我也得逃跑 这个下面 其实是下面的话 他就会 他会踢毁车子 咬断缰绳 专门给你捣蛋 所以说 马懂得和人作对 成为我们心目中的 害群之马 那是伯乐之罪也 这是给伯乐泼凉水 现在的伯乐不爱听 我猜他们会说 这人真能够瞎白狐 马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既然是畜神 就得有人管 我把他从吃了上顿 没下顿 缺一少药 到处流荡的地方 拯救出来 收养他 喂养他 爱护他 教育他 他千万谢还来不及 谁让你来发慈悲 况且就算反抗 他也成不了气候 我还就不怕他撂绝着 这是他自己加的括号里面 就是假设那些伯乐的话 因为庄子里是没有的 假设伯乐的辩护词 好 那我还有另一段话 这可是夸伯乐的 他其实就把古迹里面 几段伯乐的串在一起来讲 夸伯乐的 他鉴于辩伪学家不太敢用 但同样是道家著作的列子一书 列子夸伯乐 夸得有趣 他说伯乐这个人 他不但本人会像马 而且还会发现比自己更会像马的人 也可以说是一种伯乐的伯乐吧 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在现在的陕西省 凤翔有个宝鸡县 有个古老的国家叫秦国 秦人以羊马著称 当然会有像马专家 据说伯乐就是秦布公的像马专家 有一天他对伯乐说 这个就是秦布公啊 对伯乐说 您的年纪太大了 是不是可以从您的孩子中 给我推荐一位代替您的人 伯乐说 您要找一般的好马 我可以凭它的外表和骨像 但天下之马 这是最好的 天下之马 却很难找 也很难认 要能找到这样的马 它可是超义绝尘 不同凡响 我家的孩子都不成器 我只能告诉他们 什么是一般的好马 不能告诉他们 什么是天下之马 不过 我有个打财的穷哥们 他叫九方高 像马的本事绝不在我之下 九方高像马的故事 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吧 我想您该见见他 后来穆公见了九方高 就派他去找天下之马 过了三个月 他回来报告说 我找到了 马在沙丘 穆公就问 马是什么样的 他说是匹母马 颜色是黄的 穆公派人去取马了 结果却发现是匹公马 而且颜色是黑的 穆公很不高兴 把伯乐叫来 跟他说 乔宁推荐的什么人 得四拳半砸了 我派他找马 他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不清 怎么知道什么叫好马 什么叫坏马 伯乐长叹一声 他真的像您所说 已经奔到这种地步了吗 其实这正是他比我强千万倍的地方 您要知道 九方高看见的东西 那是天机 他是得其金而望其出 入其内而望其外 他看见的是 他想要看见的东西 而没有看见 他不想看见的东西 他注意观察的是 他想观察的地方 而忽略了 他不想观察的地方 他追求的东西 已经超过了马的本身 周围的人把马牵出来一看 果然是一匹天下之马 感谢观察的地方 感谢观察的地方